你拍七,我拍七,二十一的蛇小鸡,你拍八,我拍八,二十八的蛇小鸭,你拍九,我拍九,重庆传家要藏酒。 这首拍手歌在上九山村中人人都会唱,歌中所传唱的内容和当地蛇小鸭的传统产业息息相关。 地处山东省邹城市西南部的上九山村,是国内罕见的石头村落。 土地贫瘠,人们无法单纯地靠天吃饭,就想办法靠做生意来维持生存。蛇小鸭就是谋生手段之一。 小鸭了,没小鸭了。 说小鸭,顾名思义就是卖了小鸭先不收钱,而是在本子上记下名字和钱数,等秋后再上门结账。 过去,农户手里没有现钱,小鸭养半年就能下蛋,用鸭蛋可以换些严密钱,生活便有了滋味和盼望。 正因为如此,没有人愿意咬公鸭。 而上九山人,不仅要把小鸭奢给陌生人,还要保证你都是母鸭。 我们大队人家对卖小鸭有十样规定的,特别是这个对五条,想诚信,工作都过,母都不,不能负家伙,不能是他家长,这样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。 这种以诚信为特色的售买方式,让上九山村的老老小小,几乎没饿过肚子。 从村中走出的商人,也赢得了人们的信赖,生意做到了东三省及浙江一带。 如今,说小鸭的行业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,但诚信依然留存在上九山人的血液中。 在他们看来,诚信是事业成功的保障,家庭稳定的根基,社会和谐的前提。